欢迎回到台湾好所在 我们刚看了四个问题 还有六个问题 大家的大财问 问题很多啦 问题非常多啦 大家看要先卖旧屋才能买新屋 没那么多钱 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状况 不过你如果房子还在手上 你想去买新的房子 贷款条件很差怎么办 这个应该要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说他同一个时间 如果说我手上有一间旧屋 我还在住 但是我要买新房子 那我同一个时间 是不是持有两间房子 那这间房子贷款条件就变得很差 那我怎么办 我贷不了啊 那我手上也没那么多钱 对 怎么办 所以现在贷款 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 这件事情呢 央行并不是要让你 产生这样的问题之后 没办法贷款 那通常银行 如果说你现在有一间自住的 你想换屋 比如说我现在住两房 我要换三房 有车位的 那我这间没卖掉 那一间我贷款的额度 变成降到五成以下 我的自备款就不足 因为我这间又没卖掉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如果你是用所谓的 这个是买到以后再卖 先买再卖 那这个时候你只要提出 你现在这间房子 你将来准备 要卖掉换屋的这样一个切结 给这个新的这个贷款银行 它就可以视为 你是在做换屋动作 而不是在炒作房子 所以贷款的陈述就可以拉到 就可以拉到正常的陈述了 它如果说你名下有两间房子 它认为你就是炒房 或者是你就是要投资 既然你是投资的话 或投机的话 就把你的陈述给压低 那如果你不是这样的情况 你只要切结 给你新的贷款银行 就OK了 所以你看 刚刚我们那个街坊上面 不是有位大哥给你讲 两间房子 其实很多是观念上的 或者是搞不清楚资讯 这样的问题 我们再往下看 对 然后来看第六题 第六题也很重要 对不对 这个首购族 首购族就想要去找 那个便宜的地方 然后你看有人讲高雄 长好多 可以买吗 高雄啊 今天夯到不得了 除了桃园夯 高雄 你看我手都抖了 真的喔 这个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讲 如果我们经常坐高铁的话 其实高雄真的已经变天了 不太一样了 对 有了高铁之后 我们从台北从这里出发 到那里大概一个小时 再四十分钟就到了 对 很近 很快就到了 接下来捷运站接过去 巨蛋站 汉神站 凹子底站 煤站 那个房子都新的 都很好 北高雄的发展确实不错 就有点像从台北往南走 会经过新北市一样 新板特区的房价长起来 我们再看看新板特区 当初新板特区 一坪二十万 三十万 三十万的时候 周边人都喊 我们房子怎么这么贵 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 不买了 我们现在讲买的 不能抬到学神那边去 就是怎么不买 他也不敢买 现在高雄也是一样 你如果回高雄 你回高雄市中心 一定先经过北高雄 也就是说到左营站之后 再往高雄市里面进去 所以只要是左营站 开始往高雄市 经过那几个 北高雄那几个站 就是各位看到的 农石六 美术馆 还有奥子底跟汉神 其实那周边的房子都不错 是 所以你回答他的可以买 是这样吗 不许是年轻人最担心的 可以买 我给各位一个观念 各位不要听到说 新计划区一坪两百万 你以为他旁边是两百万 没有 五十万也有 所以可以挑 对啊 那附近还是有一坪 十六万到二十二万的房子 你不定要去买那五十万的房子 对 手购的 Jenny 对啊 Jenny以前待澳洲 澳洲他们对于手购 有什么样的优惠吗 优惠很多 这我们参考一下 像是不管是你收入多少 你只要第一次买房子 政府就是补助 一万五澳币 等于是大概四十五万台币 哇 很多耶 对 然后像之前 台湾不是在炒什么 十七% 二十八%吗 文教什么的 补助 那澳洲呢 是给青少年 手购屋呢 是给十七% 然后银行再给两% 所以就是很优惠的意思 补助 补助利息 对 补助利息的部分 对 很好啊 而且像只要我们是 自己买房子 自住 只要满一年 一卖 是完全不用付利息的 所以其实这个澳洲 他们还蛮鼓励大家 蛮鼓励的 对 对 那房价贵不贵 其实它是看区域 因为它有一些区域 可能比较便宜 因为澳洲很大嘛 不能跟台湾 有啦 那个雪梨科 旁边也是贵死人 我知道 那个也是贵死人 对 但是你知道吗 澳洲政府很好的是 像有些国有地 他会做盖一些平价的房子 给一些上班族 或是一些青少年住 像台湾我觉得也可以做这样的方式 就是利用一些国有地 而不是在那边盖 什么百货公司 商场 我觉得可以盖一些房子 在台北市中心 可以让一些上班族 也可以住在台北市 出租的啦 对啊 不要再用大负担 我觉得你现在慢慢已经偏向翟神了 OK 好 我再来看 都庚谈了五年多 邻居们的心情上上下下 还要不要等 要不要等的东西我都问翟神 不要 要不要等 不要 那问题你对张副市长没有期待吗 没有期待 都庚现在恐怕会继续拖下去 你如果已经等了五年多 代表这个案子卡住了 卡住了不要等 继续走 找下一个笨蛋接手 找下一个笨蛋接手 刚才讲都庚你要相信张金二 然后接手 然后换 OK 也算回答了 参考十价登陆价格再杀多少 我想刚才国华兄已经大家回答了 大概再杀多少 目前一般大概都会杀10% 10% 15%这样子 杀价 9折或8折杀价 应该没有完全不杀价的吧 不杀价就不仁不义嘛 对 全对不起自己 一定要杀一点 还有要结婚了 想要买房子 真的不能买吗 结婚跟房子有什么关系 这两回事 这很多人有这个 好 这个就是一个迷失 请告诉我结婚跟房子之间 百分之百的关系在哪里 那个是一个感觉 就是我今天要娶 对 这样我妈一定会说 你没房子 对啊 你没房子 你是不是娶我女儿 结婚是两个人之间事 老公你都不确定 七年之后还在不在了 现在你要买一个 四十年房子 然后说我一定要这样谈结婚 太困难了 要换一个想法海阔天空 所以你老婆没怪你 有没有啊 然后来 把他跳出来了 不是我个人案例先声明一下 这个很多是张母娘陪的女婿 跟女儿来看房子 押着她来买是不是 你就是很清楚啊 喜欢吗 有没有看喜欢 如果没有那结婚慢慢再说 其实不是当事人要 他是有长辈 当然你可以排除 长辈对你的影响 对 事实上有很多人 他是跟随着这样 因为许多人 对 杰妮 你男朋友 你未来的男朋友 她老公要不要房子 要 要都记下谁的名字 我觉得她或我都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要有一个房子 因为有一个比较安全感 对 因为是属于自己的 对啊 最后让我查个座 但是各位 万一你的帐母娘又讲说 房贷跟房租跟买房子钱 都是我女儿出的哦 费外什么东西 这时候怎么办 某一个新闻人物 OK 我们要问最后一个问题 这么多人赚钱 房地产赚钱 政府也没有怎么样 那为什么不能投资房地产 对啊 我认为投资商贩没问题 所以我上次跟严比银讲说 没问题啊 你原先推商贩很好 因为大家不是每个人 都要有办公室 对 可是问题是每个人 都要有家住的时候 你把房子炒高 剥夺人家的居住权 跟投资死亡保单 卖器官跟奴隶 没有什么样的样子 好严重哦 挖回忆一句 这个投资房地产 我想这个 当然因为分投资跟投机 有些是在投机的过程中 你炒一遍我炒一遍 大家把房价炒高 然后把第三者骗进来 我觉得这样是很不到的 因为没有这种情况 当然是有 如果没有政府 也不会这样做 但是如果是正常的买房子 自住换屋 我觉得这种会及早规划 对 你才能够对自己的未来 有所保障 其实说真的 这个房子也许可以给你 一米大一村 对不对 但是如果像先生这样 早点开始对不对 你也不要再看了好不好 你赶快选左或选右边 对不对 你自己的心情对不对 跟我们观众朋友讲一下 还是要继续看下去吗 我还是会继续看下去 而且我还是会决定 要买房子 因为我觉得是一个自己的家 我觉得真的蛮重要 而且我觉得房价一直在涨 政府啊 我觉得我们的那个收入要提高好不好 因为房价真的太贵了 是凯沃管理的收入不是这样 原来要注意 我说就是一般就是上班族 对啊 就是政府应该要调高大的所得 分母的问题 对啊 对不对 你收入多了 你再来谈房价 我们讲竹科那边 你那些好朋友 竹科那边对不对 年薪家庭可能都百来万的 房价十一二十万啊 他们还很痛苦啊 你还是不让他们买 绝对不要买 因为别忘了 无薪价的时候 为什么大家这么逗 就是因为付了很多房贷 你无薪价都没有全部房贷啊 惨吧 所以看坚持己见 可是哦 因为他无薪价 刚好没工作的时候 把房子卖掉 他忽然发现说 他当初买六百万房子 竟然可以七百万卖出去 那多了一百万 帮他度过的那个难关 这个也是外一篇 他度过的难关 他还是没有房子住 这还是一个问题 所以啦 我觉得这就是永远没有办法 解决的问题了啦 这个现场也不要继续吵下去了 不管大家是想买房 或者是我 就是要租房 好 你就要立定志向 然后要买房 赶快去买 要租房 你就赶快去看好房子来租 所以大家希望 功课还是要做啦 一定要的啦 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 三位来宾来参加我们节目 谢谢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了 我们来 房地产永远有着数不清的大灾问 大到政策和经济局势的动向变化 小到家庭收入的支出 还有区域的选择 房价的高低等等 答案也许都不简单 但是做功课都是必要的 祝福各位都能找到理想的房子 台湾好所在 我们下次见